持续来关心的还是跟我们选战相关的话题了 青年总统大选其实有一个蛮特别的现象 除了候选人要来拼人气之外 竞选商品要来拼买气 马屋竞选总部的创意商品 卖的最好的就是这个国旗小包了 开卖到现在 50多天就卖出了5万多个销路超好的 至于英家配的商品呢 是主打实用性 向这个搭上环保热潮的随行杯最抢手 继续上练行 台湾一顶 穿上普普风的肖像T恤 马屋竞选总部推出了最新商品 直接把马总统穿上身 大玩创意 让竞选商品业绩抢抢棍 我们一个新尝试 就是第一次呢 由总统竞选总部 来成立这样一个实体的店面 成立到现在50天左右 有大概几十种的一个 不同的主题的设计 卖的最好的 就是常常缺货的国旗小包 推出50多天 热卖将近6万个 国旗安全帽也不遑多让 卖了4万多顶 免费的平安服 更是发出了300多万个 不让马屋的商品抢风头 鹰家配主打日用品 特色是实用性 就是杯子 便当盒 小毛巾 一般生活的居家用品 都用得到的东西 这是我们最大的特色 搭上环保热潮 随行杯卖出1万多个 就连可以当围巾的小鹰毛巾 也有一万多条的好成绩 蓝力场外拼人气 竞选商品 也互别苗头拼买气